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请各位要把151截取挂物中置换这个范例打开 那打开的话第一个问题 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用到函数 函数是吧 总共会用到三个函数 不外物就是范 范的话就是范全刮糊的位置 范图刮糊的位置 然后这个密的就是结构 那因为呢有一些储存格没有刮糊 所以会有错误发生 那有错误要把它过滤掉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ifl把它过滤掉 OK大概会有这三个函数的用法 所以将来呢如果你要解决问题 其实以色列里面最浅显易懂 最常被用到的就是以色列的函数 但是函数呢 当然也不是说你一个函数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可能就是要好几个函数 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公式 那至于这个公式要怎么组成 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想到一直不一样 所以这一题 如果你要想到别的公式更简单 那欢迎你告诉我 也许你在下方留言 那我帮你加分 OK 如果你有想到 OK 因为公式是这样 不是说一定只有一个答案 但是你也不要想那个 如果你想出来的答案 比这个还要更长 那算了 OK 因为你不要想一个更复杂的 一定要想一个更简单的 因为现在有同意跟我讲说 老师可以用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弄出来 太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太复杂就算了 OK 所以其实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习惯 我会想说 有哪些方法 然后最后挑选出一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OK 大概是这样 然后 但是这个方法的好处是 反正你公式打完 然后向下填满就OK 但是它缺点就是 如果你将来 如果下一次还要再重复做的话 你没有公式还要再打一遍 OK 它理论上也不 不长 如果说那公式特别长的话 那你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为了要解决 重复性的事情 那后面我们会再继续 用到所谓的聚集 那聚集不外乌 就是开发人员 这开发人员怎么开 我们前面讲过 所以如果开发人员 不太记得的话 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前面的影片 好像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从这边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打过就可以 另外好像有一个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没有上面这个 所以我就讲了一个方法 档案里面有个选项 也像里面好像有制定功能区 一样可以把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第一步的话 一定要有开发人 录制聚集 所以这个录制聚集 前面也讲过 所以继续我就不对错了 就是反正先彩排 有没有 然后先怎么样 先确定说上面有公式 所以你上面记得 不要先空白 先有公式 那我们一一游标放在B2 2的话呢 上面点一下打勾 三快点两下 有没有 三个动作 把它录制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这个 那清除的话也是三个动作 一一游标放在B2 2的话 Ctrl Shift向下 3按Delete 一样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其实录制下来就两个 一个是截取瓜糊聚集 一个是清除聚集 然后再利用插入按钮 把它变出两个 两个按钮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录制聚集的动作了 OK 这个跟这个 OK 所以基本上流程都固定 跟上一次的那个范例是一样的 至于细节 我就不演示了 请各位自行 再把这个聚集部分完成 所以第一个工作表是函数 第二个是聚集 那第三个就是VBA 所以你再复制一个 复制就是 拖拉加Ctrl键 放开就会多一个 一模一样的 那第三个呢 就VBA 那VBA是自己写的 所以自己写哪一些 跟各位讲一样 今天的话呢 我们会写三个按钮 OK 这三个按钮 那这三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 有哪些差别 第一个是清楚 就应该OK 跑个回圈嘛 那里面储存格丢 空置串 两个串以后 就OK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 把刚刚的公式再丢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如果说要把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 一个一个的填满到第十列 所以第二列到第十列 然后填这一串公式 那程式该如何写 那会多一个就是刮弧四串 这个有什么 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差别是上面那个是输出公式 那下面这个的话 我先清掉 你会发现 输出的话 它里面呢 游标还是放在这里 但是它里面是空的 所以哦 那底下这个呢 就是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哦 这个是输出公式 它会是这么一长串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 它有什么 这个应该清楚 它有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没清掉 OK 好 那就是 不对 应该是 对不对 这个是 里面有什么 就显示出什么了 OK 那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各位可以想见 如果你输出公式的话呢 它里面不管说有没有资料 它反正就放这一长串 那如果你的公式越长的话 那存在e-sale里面的资料 也就越多 那当然档案就越大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越大的话 跑得越慢 所以相对的 如果用输出公式 有个缺点 就是 两个缺点 第一个可能档案太大 也许你的资料量越大 输出的 出成格越多的话 那一存档 哇 不得了 好肥大的一个档案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肥大 就跑得慢 所以你就减肥了 OK 所以跟人一样 OK 所以如果你要轻巧的话 瘦一点就轻巧 那怎么样可以瘦一点呢 如果在VBA里面 你就要想 那我就不是输出公式 而是什么 输出最后的结果 那 你想说 那怎么样输出 也就是说 我要把那个 我这个 怎么讲 得到最后的 是要处理部分 就不是 就不是 丢到ESAL 让他去处理 而是直接在VBA 处理完之后 就丢结果到出成格 的意思 所以 这边可能要需要 有个概念 就是说 在ESAL里面 做的事情 你变成要变 在VBA 去处理 那ESAL处理 哪三件事呢 第一个Find 第二个Mid 第三个IfL 那这三件事情 如果我要把它 转到VBA里面 处理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个也是今天的重点 OK 那跟各位讲一下 ESAL里面的函数 大概250几个 VBA里面 也有函数 两边有没有相通呢 两边不相通 也就是说 各自有 各自的函数 所以如果说 你要把它变成VBA 处理的话 你可能要想 那VBA该怎么做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 首先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要该怎么做 那我把那个 动作 先还原 这些先把它删掉 OK 先把 假设恢复成原来状态 这个假设没有 好 那比如说 我要把它变出来的话 一 我要先开启开发人员 二 停止VBA 三的话 我就要增加一个模组 把层次写进来 那首先的话 我先把这些先删掉 理论上我这边把它 按移除 那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反正记得 一定把它写在模组里面就好了 那如果你之前有录制一个那个 假设 具体是模组一好了 OK 讲这个 Module一是模组 是那个 放 一个录制的具体好了 那接下来我要写程式的话 你要不就把它写到下面 写在一起 要不呢 你就另外再增加一个模组 两个都可以了 看各位习惯 一般我的习惯就把它分开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 专案总管上 按右线 插入一个模组 OK 所以第一个动作 不外乎就开发人员 然后VBA打开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专案总管这个地方 按滑鼠右线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产生一个空白的 有点像空白的一个画面 那这边呢 就可以写一个程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需要三个按钮 所以呢 我们一个个来 第一个按钮是叫什么 Sub 空一格 然后那个Sub 按钮名称叫什么 叫刮服 四串 底线公式 OK 所以以后的话呢 你就是在模组里面 先打个Sub 然后呢 再输入什么 输入它的 当来会在按钮上面的名称 也许叫做 瓜乎自串底线公式 那如果你要取别名称 有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名称 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 那Enter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帮我 加头跟尾 那这样OK 那你说老师 那我后面自己打个 也可以的 不过我发现 这样比较轻松 OK 所以写程式 尽量找那种 你觉得轻松的方法 不要记太多东西 就是好方法 OK 然后第二动作的话是什么 把公式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前面也是做了分解动作了 先输出一个 然后再做全部 OK 所以输出到这里的话 那这个储存格叫什么 我按个Tab键 这个的话就下一切 理论上是在这个Sub里面做事情 就是按Tab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输出到储存格 这个加Sales 加S 哪一个列呢 跟他讲说第二列 哪一栏呢 那记得用那个文字 B栏 帮我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就B2储存格 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这个东西 你其实先不要放 里面就放公式 那那个公式呢 基本上 你可以再把它接到前面的函数 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 点这里 把上面这个公式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的过程 但是我讲过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 在BBA的双引号 就是表示文字的开始 文字的结束 那你贴一串这个 Esser里面的公式 因为它里面有双引号 那会怎么样 会冲突 所以你变成说 如果你贴的话 记得你贴之前 请你把这个里面 或者贴上之前 记得把双引号 一个变成两个 以四区隔 如果他看到两个 就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来自于Esser里面的公式 那我就将来 我就说 这个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那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贴之后再来加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我比较常常用的方法 就是我干脆直接把这个公式 先复制 复制之后取消 为什么取消 因为如果你假设没有取消的话 你先点点不进来 一定要取消 复制了 然后我的习惯会用 我们Windows里面 有个叫附属用程式里面的记事本 把这个记事本打开贴上 那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保证不会错 就是编辑里面有个取代 那我可以怎么 把一个双引号变成两个双引号 按一下全部取代就好了 那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双引号特别多的时候 这个方法绝对不会出错 比你用人工的方式去改 还要更不容易出错 所以你按全部取代就好了 但如果你这一个两个算了 你就贴自己改掉就好了 如果太多 我建议是用贴的 全部取代 因为这边好像有八个 OK 全部取代 好 按一下就好了 不要再按第二下 不然第二下双双双双双四个了 OK 关闭 然后再把这一串 再复制 时间就贴到哪里 贴到Visual Basic双引号里面 贴上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执行看看 好 移开 没有错误 如果移开 没错 那表情OK 然后再切到Visual Basic这边的页面 把它按执行 OK 不过执行之后你会发现 奇怪为什么没有东西 其实有东西 只是说因为 这个公式输出之后 它本身就没有任何 没有刮斧 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有 如果你要有感觉 你把它改成第三 第三的这个 那就会有东西出现 OK 所以第一步完成了 我们就是输出这个公式 到这个储存格 那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还记得吧 上面你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回圈 你刚才讲说 我不只是第二列 我要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Sharp的后面 Enter一下 然后打一个For 跟他讲说 我以后在某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就是从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我二到十 我需要一个变数 就是加一个I I里面的词 你帮我变动 它第一个跳出来是二 第二个跳出来是三 一直到最后一个是十 然后呢 你要在哪个范围跳动 Enter两下 在这个地方 结束就是在这里 For开始 Nest结束 然后就把 记得我习惯是把这边按个Tab 让它下一切 在这个Sharp里面执行这个回圈 然后呢 把刚刚这段程式放到这个回圈里面 OK 那帮我在这个回圈里面跑 一般习惯是这样 就是在For回圈里面跑的话 按个Tab Tab的话就下一切 OK 好 那跟他讲说 帮我呢 改一下 这边的话 这个是改成I D2 所以B2先 那后面的话呢 记得还记得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A2 2 总共有四个A2 那这个A2的话 你将来如果你跳下一个 你要跟着跳 这是A2变A3变A4 所以要跟着I的词变动 所以这边总共A2有四个 那这个2你必须要把它改成I 那改I不是说直接像之前这样一样改I错 记得呢 因为它是个文字 所以你必须先把它切开 然后把I串在中间 所以切开放I在中间的话 你可以选取A2的2 然后双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并且把and前后加空白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口学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暂时不知道 这到底再做 你就是 其实就是把I串在一个文字里面的意思 OK 好 那你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其实呢 后面还有三个 那怎么做比较快 当然你想说老师师 那我要再做 其实你也可以 只是说呢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其实可以讲 2变成它嘛 所以是不是说我可以把这一个 这一项文字 复制之后贴到这几个2 把它盖过去 那不是就比较快吗 当然你如果要重做也OK吧 只是说 以我的习惯是 我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的话呢 贴到A2的2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其实做一样的事情 有没有 这个贴 A 串在中间 这个一样 贴 好 然后总共有四个嘛 所以A2 这个就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全体嘛 按右键贴上 好 那如果你移开之后啦 假如说没有出错 那恭喜你 这样子就完成那个 瓜糊下方式的程式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没问题 底下清除的话 就是把这一串再复制 然后清除的话呢 很简单啦 就是把SARB后面 然后改成清除 那其实程式哦 跟刚刚基本上Q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 这个储存格要放什么资料 不用换公式 所以你就把这一后面东西清掉 然后改成两个双以后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清除了 OK 所以把它实行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呢 试试看哦 把那个去记录制 另外再插入一个 先按右键插入模组 然后呢 增加两个的SARB 一个呢 是输出公式 一个呢 是清除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哦 那如果说 我要输出的不是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那我应该怎么撰写 试试看这个部分 先把那个刚刚讲的这部分先完成 没有